你去海南过年了吗 你不没去吗 我去了吗 我也没去 过年你买猪蹄子了吗 买了四个 过年我买猪蹄子了吗 我也买了四个 猪蹄子贵吗 感觉说不上是吧 觉得就在价 反正感觉比去年我觉得 去年落月25-6 猪蹄子也25-6块钱一斤 今年落月25-6 猪蹄子22-23一斤 部分市场呢 19-20一斤 感觉比去年便宜 其实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生活呀 这就是各过各的日子 海南春节去的人多 主要是东北的有钱人 其实主要是特殊阶层的人 他们很多人都去海南过年 因此说他的机票贵不贵啊 和一般的小老百姓 一马钱关系没有 每年春节的海南 酒店贵 机票贵 物价贵 啥啥都贵 而且这也不是单今年贵吧 我觉得今年总体啊 和以前比 就是和我说的猪蹄子似的 贵乎哉 不贵也 其实今年海南啊 包括酒店 包括机票 还没钱一年贵呢 哪一年三亚的几个够档次的酒店 春节期间不是一两万一间 咱就没有人喊贵呢 其实是这样啊 我话说的难听 但是我说的是真话 是你在其他的媒体上听不到的话 海南最贵的 其实它也不是机票 而是酒店 很多人是没住过 但是电视上您也见过 就是那个像个帆船似的 那个酒店 那个酒店叫亚特兰蒂斯酒店 就这个啊 不信的您可以自行咨询问问 看看多少钱一间放 得了我还是自己看一下吧 看看这个啊 这就是我自己手机上看的 今天的价格 三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我再说一次 这可不是春节了 是今天大年初期了 年都过完了 还三万五千八百八十八呢 而且低价房仅此两间 就这三万多属于低价房 而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酒店 三亚的海棠湾的红树林度假酒店 就这个啊 这就是海棠湾红树林的度假酒店 它今天的价格大年初期最低价 五千三百七十八 也是低价房仅剩两间 我说的这些啊 是我自己用定房软件看的 三亚今天的房价的数据 真实有效 但是您发现了没有 几乎没有人抱怨三亚的房费贵 其实您想过没有 难道住得起一晚上三万一间的酒店 您相信他买不起一万一张的机票吗 您觉得可能吗 其实对于部分特殊客人来说 他不敢说他在三亚住酒店三万多一晚上 因为他怕查 但是呢 他却敢骂几千一万一张的机票 因为他抱怨这个不但不会被查 而且还能引起共鸣呢 就这么简单 而且三亚之酒店机票物价 年年春节贵 每年都贵 不是唯独今年贵 假设我 我要去三亚过年 我租个民宿或者是民房 我长足几个月 一两千一个月 你机票甭说两万一张 你就是两千一张 我都不做 我非得等哪天四百八一张了 我才打得回复呢 因此说你两万八万和我没关系 你也黑不着我 你多少钱一张 你爱多少钱多少钱 我既然去三亚过年 那我就有完备的计划 我可不会拉月二十九飞过去 正要出于我的飞回来 我干嘛呀 我的意思是三亚过年期间 酒店贵 机票贵 物价贵 这叫什么 这叫常识啊 年年如是 而且已经几十年了 这叫市场经济 同所无期 明码标价 并没有说单独说在谁 不在谁 难道不是吗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三亚这个贵 那个贵 啥贵都可以 反正他也不欺负穷人 穷人你也去不了三亚过年 因此说他贵去吧 越贵越好 您觉得呢 OK就到这 我是非洲万家老李三 下期再见 有好多人说 我这个白白不尊重 什么这个那 你爱尊重不尊重 你要觉得不 你要觉得不尊重 我有一段时间 我就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了 我没有这个之后呢 很多人说 说你最后那一下 你怎么没有了 我们就等着看那个 然后我思来想去 就得到了我这个 我就是 我每一个视频 最后都 都来这么一下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特点 我就看着 昨天 我们家那位跟我说 说是下面有人留言 说你最后那个白白不尊重 你要这么弄的话 那就 那就 你就看那个谁要 你要觉得谁尊重 你就看谁的去 我可不跟你费那尽 不 好